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可真是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重要事件发生吧 首先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禁毒合作高级别官员会议 双方讨论了如何加强执法行动的协调 打击跨国犯罪组织 并推动多边合作来应对全球毒品问题 这次会议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接着美国政府宣布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钢萨雷斯赢得了总统大选 尽管委内瑞拉选举部门认定现任总统马杜罗获胜 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国家呼吁对选举结果进行独立审查 以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俄之间的大规模换球行动 这次行动涉及多个国家 共有24名囚犯和两名未成年人在土耳其进行了交换 这次换球行动被认为是冷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 并且得到了多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参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中禁毒合作高级别官员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中两国禁毒合作工作组星期三 7月3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官员会议 双方讨论了双边禁毒努力的进展情况 包括最近的逮捕行动 并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下一步措施 根据白宫发布的会议情况通报 此次会议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Sarah Barron和反恐与跨国犯罪高级主任 蒂弗尼 埃佩尔海默 Tiffany Appleheimer 共同主持 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国土安全部副顾问 詹妮弗 达斯卡尔 Jennifer Desko 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白宫的会议情况通报说 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 如何加强执法行动的协调 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网络的非法融资 加快合成毒品和潜体化学品的管制 解决潜体化学品的非法转移问题 就新出现的威胁交换信息 以及推动多边论坛的进展 美方的与会官员 还包括司法部 包括缉毒局 国土安全部 包括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 和国土安全调查局 美国财政部 美国邮政监管局 国务院 以及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的代表 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通稿 中国跨部门代表团 由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率领 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代表 通稿说 在美中禁毒合作工作组星期三的会议中 双方就物质列管 案件合作 技术交流 多边合作 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 通报了最新进展 交流了各自关切 交换了意见建议 明确了合作方向 通稿还说 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互利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禁毒领域对话沟通 共同推进中美禁毒合作深入开展 携手应对全球毒品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峰会上 宣布恢复双边禁毒合作后 美中禁毒工作组于今年1月成立 成为协调双边 努力打击全球制造和泛运分泰尼 Fentanyl等非法合成毒品的重要机制 在本次华盛顿的美中禁毒合作高官会议之前 美中在毒品问题上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司法合作 两国联合打击了一起与毒品有关的重大洗钱活动 中国公安部6月19日宣布 辽宁省警方近日根据美方通报的涉毒洗钱线索 依法将同性嫌疑人逮捕归案 美国司法部表示 在该案中一直与墨西哥及中国的执法部门密切合作 美国毒品执法局称 该案的两位在逃被告 分别被中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逮捕 美国司法部6月18日 指控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 Sinaloa Cartel 与位于加州的同中国地下钱庄相关的团伙合谋 为贩毒收益洗钱 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 在美国 芬泰尼滥用是造成18至49岁人群死亡的头号杀手 美国认为中国是合成芬泰尼的化学原料 或潜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地 一直致力于推动更深入的执法合作 包括打击非法融资 阻止芬泰尼流入美国 和进一步控制芬泰尼潜体化学品等 中国政府6月已将秀飞等46种新物质列入管制清单 并声称关闭了14个主要网站 与暂停了330多个商业账户 和1000多家从事非法药物和潜体化学品销售和分销的在线商店 不过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二 7月30日以背景简报方式表示 美国一直在寻求核实 有关中国采取行动的任何说法 由于中国仍继续有大量芬泰尼潜体化学品供应 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持续的对话和接触如此重要 即使我们每次会谈都只迈出几小步 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赢得总统大选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政府星期四8月1日宣布 承认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刚萨雷斯·Edmondo Gonzalez 赢得了上周日举行的总统大选 尽管委内瑞拉选举部门认定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Nicholas Maduro获胜 美国宣布这一决定之前 包括马杜罗的亲密盟友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 呼吁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 像之前的选举一样公布详细的投票结果 委内瑞拉的选举机构于星期一 7月29日宣布马杜罗获胜 但主要反对派联盟在数小时后透露 他们持有相反的证据 即来自每台电子投票机在投票结束后打印出的超过三分之二的计票单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 选举数据压倒性地显示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民主的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钢萨雷斯 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选票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投票 他们的选票必须被计算在内 马杜罗迅速做出回应并警告说 美国需要的是别干涉委内瑞拉 越来越多人呼吁对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进行独立审查 一名匿名的巴西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联社表示 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政府官员 一直在与马杜罗政府保持沟通 希望说服他必须公布星期日选举的计票结果 并允许公正的核实 这名巴西官员表示 官员们告诉委内瑞拉政府 公布数据是消除对结果疑虑的唯一方法 另一名匿名的墨西哥官员证实 三国政府一直在与委内瑞拉讨论这一问题 但未透露细节 此前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 表示 计划与巴西左翼总统卢拉、达西尔瓦、Louis Ignacio Lula da Silva 和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进行会谈 并表示 墨西哥政府认为公布选举结果非常重要 星期四晚些时候 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委内瑞拉选举当局 迅速采取行动并公开发布详细的投票数据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 必须通过公正核实结果来尊重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 在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凌晨 宣布马杜罗胜选后 数千名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 政府称已逮捕数百名抗议者 委内瑞拉人权组织Folopino表示有11人丧生 次日又有数十人被捕 其中包括前反对派候选人弗雷迪、索佩拉诺、Fredis Perlano 被禁止参选总统的反对派领袖 马利亚、科里纳、马查多、Maria-Karina Machado和冈萨雷斯 星期二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大型支持者集会 但自此之后便未在公开露面 当天晚些时候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长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iguez呼吁逮捕他们 称他们是罪犯和法西斯分子 在星期四发表于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马查多表示他 躲了起来担心我的生命、自由和同胞的安全 他重申反对派掌握了 使马杜罗输掉选举的时政 并敦促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他写道 我们已经投票让马杜罗下台 他说 现在由国际社会来决定 是否容忍一个明显不合法的政府 据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 马杜罗获得了510万票 而钢萨雷斯则获得了超过440万票 但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表示 计票结果显示 钢萨雷斯约获得620万票 而马杜罗则仅获得270万票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路透社的报道 美俄大规模换球行动 普丁成为赢家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历史两年的秘密谈判后 冷战之后 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本周四 8月1日在土耳其登场 涉及国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德国及斯洛维尼亚 16名囚犯从俄罗斯转移到西方 8名分别被关押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维尼亚监狱的囚犯 则被送回俄罗斯 整场行动共出动7架飞机并于周四晚间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及副手贺锦丽的周四晚间 也在美国的机场迎接获释的美方人员 土耳其总统府发声明 来自7个国家的监狱 共24名囚犯及2名未成年人 在安卡拉交换 其中8名囚犯及2名儿童转移到俄罗斯 13名囚犯转往德国 3人返回美国 土耳其国家情报局MIT随后也公布换球消息 并表示该国在这次换球行动中 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 哪些人获释 此次获释人员涉及不少知名人士 包含早前因间谍罪被俄罗斯监禁 并在上个月被判刑16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 记者格什科维奇 Evan Gershkovich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惠兰 Paul Wallen 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的编辑库尔马舍瓦 Also Kermasheva 以及先前在白俄罗斯被判死刑的 德国公民克里格 Rico Krieger等人 其他或是返回西方者 包含数名俄罗斯反对派政治人物 如亚欣 Aer Yashin 和卡拉穆尔扎 Vladimir Karamasa等人 重返俄罗斯的八人之一为 俄罗斯情报特科拉斯科夫 Vadim Krasikov 他涉嫌在2019年 于柏林谋杀流亡德国的 格鲁吉亚籍车臣异议分子 托尔尼克 K Tornak K 遭到德国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美俄双方怎么说 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换球行动结束后 向所有参与人员致谢 且对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赦免德国公民克里格 表达特别感谢 普丁也亲自前往 弗鲁科沃机场街机 承诺获释人员将获得国家奖励 并称他们的祖国 没有忘记他们 一分钟都没有 普丁也向他们表示 我们会再次见面 并讨论你们的未来 据悉 普丁共签署了12项赦免令 包括格什科维奇和惠兰 条件是让俄罗斯囚犯 将从国外监狱遣返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前总统梅德维杰夫 Dmitry Medvedev 表示 太希望 俄罗斯的叛徒 在地牢中腐烂 或在监狱中死去 但对俄罗斯来说 让曾为祖国效力的公民回归 更有用 拜登周四在白宫表示 既然囚犯交换已经结束 他就无需再与普丁交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还指出 美方先前一直希望 能换回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尼 Alexei Navalny 不幸的是 他去世了 纳瓦尼的妻子 纳瓦尔纳亚 Yulian Navalny 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 看到这么多活动人士 和反对派政治人物 或是 他感到高兴 每一个被释放的政治犯 都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都是值得庆祝的理由 他形容 那些被释放的人是被 从普丁政权中拯救出来的 德国扮演药角 值得注意的是 有鉴于普丁多年来 一直希望能将克拉西科夫 换回国内 拜登也感谢德国总理 肖尔茨 Olaf Scholz 为了这场换球行动 做出的让步 并表示 若没有这些让步 这次的换服 就不可能实现 拜登称 德国 最初认为 鱿鱼的相关人员的因素 因此无法做到这一点 沙利文透露 今年1月 拜登亲自就交换 囚犯的可能性 与肖尔茨接洽 肖尔茨当时回应 为了你 我会这样做 拜登表示 今天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例子 说明了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朋友至关重要 对于肖尔茨 是否希望 从中获得任何回报 拜登则表示 完全没有 肖尔茨一发表演说 对任何人而言 做出驱逐一名 被判无期徒刑的 杀人犯的决定 都不容易 他还表示 在国家利益 以及促使政治犯 或是两者之间 必须权衡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义务保护德国国民 并与美国团结一致 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 肖尔茨补充说 他与德国反对派领袖 及民盟领导人梅尔茨 菲尔茨 都同意这项决定 魔鬼的交易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透过释放被判重罪的俄罗斯人 来换取美方认为 被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 似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部分专家表示 这种权衡 可能会鼓励美方的敌国劫持人质 并让拜登面临共和党对手的攻击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表示 我仍然担心 继续用无辜的美国人 来交换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关押 真正的俄罗斯罪犯 向普丁发出了危险的讯息 只会鼓励他的政权 进一步劫持人质 德国图片报社评 也指出 虽然释放在俄罗斯 受到不公正关押的活动人士 和德国公民值得赞许 却也向俄罗斯人民 传达了错误讯号 普丁是拯救杀人犯的英雄 德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罗斯 Michael Roth 则在社群媒体上 总结了肖尔茨政府的决定 有时 出于人性的原因 你必须与魔鬼做一笔交易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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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